以色列宣布已经精准斩首了去年10月 发起对于普肯区的以色列人屠杀式攻击的 哈马斯领袖辛瓦 已经确认过身份 他已经被斩首了 我们说过辛瓦 他担心破路位置长期以来只用纸跟笔 他是怎么被发现的 又怎么被斩首的 原来哈马斯在地道当中躲得好好的 是不小心被捞到 经过以色列的AI系统判定 就是他直接下达狙杀令 今天我们最好奇的第一个问题 为大家来解答 以色列的AI狙杀系统有多恐怖 跟辛瓦的这个被杀 有很大的这个关联 我先跟大家讲 以色列的国防军发言人 最近在这个网路上 他又公布了用阿拉伯语 最新的一个骨牌的影片 骨牌的影片泱泱沙沙 你去细看他每一个骨牌上面 都是熟悉的面孔 包括曾经这个哈米尼阿 还有纳斯拉勒阿 真主党的领袖阿等等 这个是墓碑吧 你说是骨牌 我觉得像是死亡笔记本里面的 墓碑阿 我看的时候也有那种感觉 但是他其实是做一种骨牌的效应 只是那种骨牌的形状 真的就像是墓碑 然后接着你看他一片一片地倒下来了 而辛瓦就是最后被推倒的那一块骨牌阿 而辛瓦在这一次的这个 以色列最新证实释出的一个讯息里面 这一段影片特别把这个人形的这个标记出来 就是告诉大家这是辛瓦 辛瓦就是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 他是在八月接替这个哈尼亚 在这个伊朗的德黑兰被杀了之后呢 他马上就接替了他的整个 哈马斯的这个政治领导人 据说也是去年10月7号 以色列被这个哈马斯整个恐攻啊 主要的这个策划者 那以色列势必要追杀他到这个天涯海角 这次总装以色列的国防军如愿以偿的 以色列公布他死前的空白影像 可以看到有一台小小的这个无人机 在拍摄了这个画面 当时辛瓦死前还对着这个无人机 要丢一个木棍还是丢一个东西 没有丢到 那最后就听到一个枪声 蹦他就被击杀了 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画面里面 辛瓦坐在那个椅子上 他往后看 这个视角 我们的视角是无人机的视角 他对着无人机要砸木棍 要破坏这个征搜的无人机进来了 进到废墟里面 他人在里面 而且他蒙面 他可能脸遮住了只剩下眼睛 眼睛或者是脸 整个比对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蹊跷 因为以色列建制了大量的 这样的一个资料库 再加上我刚刚说 辛瓦他能够当哈马斯领导人 但是他之前也会关过 他坐牢总是有激震 总是有他的齿磨这些东西 在以色列都建立他的DNA资料库 所以无人机拍的画面 去做一个面容的比对之后 再加上他的生物激震 整个冰狗 确定他就是辛瓦 所以这一切看起来 好像是意外的遭遇 但是也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所以这极可能是 进到了废墟 发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要对以色列的征收无人机 来发动攻击丢木棍 结果以色列先下手为强 把这个人先干掉 干了之后 我在拿着所有DNA 或者是齿磨的生物资料库里 建党的一比对 抓到大条的居然是辛瓦 没错 所以刚刚讲到了这个无人机 它的建功 就是在类似这一种 前线探测的这个无人机 那这一种其实是源自于美军 它的英文名字叫FD100 它总共123型 它很小吧 手掌上这样就可以握得到 大概一个手掌16.6公分长 然后2.5公分宽 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它里面要装上飞行动力装置 还要装上多具的摄影模组化 还要包括它的一个整个征收系统 等等要容纳在这个里面 我跟你讲 据你想象 这一台你看十几公分长 2.5公分宽而已 一台它是要价70万新台币 它在贵哪一国的啊 它就是这么贵 一台车的价格啊 而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产生清楚的这个侦查影像 重量虽然只有32公克 但是它续航力可以达到25分钟 有的人说它可以在这个 视线良好的时候 从1600公尺外遥控 但是最好是在500公尺里面 遥控的这个侦查的更精准 而它可以这个把它的侦查的画面 传送到3公里以外 所以你看小小的这样的一个黑黄蜂 以色列军方很早就配备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前线的士兵 在搜查的时候 它可以去用 而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 过去啊曾经在落入叙利亚的这个 叛军的这个手中 为什么叙利亚叛军会有拿到 因为之前在围剿ISIS的时候 叙利亚有一个三不管地带 那个区呢有俄罗斯的军队在那边 也有美军的军队在那边 美军啊跟中情局合作 它总要去侦查吧 所以它大量配备给美军这种黑黄蜂的这个系统 然后呢结果没想到 可能是因为它在操纵的时候已经到没电了 没电的时候自然动力就丧失了 被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反抗军给捡到了 他们就拿起来 拿起来去研究 想必也会送去给俄罗斯这个分享 但不管怎么样 以色列就是有很多这种黑黄蜂的无人机侦测装备啊 我们刚想到的一个剧本 Plan A是先下手为强 之后一比对发现抓到大条的 另外Plan B第二个推测让人更是头皮发麻 因为下达居杀令的不是人脑 而是AI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一次摩萨德他就有讲 因为跟这个以色列军方 我军的这个遭遇啊 完全是偶然并非特殊行动 他们居然可以根据AI去判定说 他们要狙击的目标和射杀的目标 所以呢 以色列在去年10月之后利用了这个AI的技术 打击了加萨地带总共一万一千多个目标 一天之内甚至他可以摧毁了150个这个隧道 跟过去不一样的是 以色列军方跟情报部门他们就有提到 有90%的目标就是及时产生 而且被打击的 以色列政府啊他透过AI 有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红蓝蓝蓝蓝还有白蓝 俗称三郎系统 那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地区 不同管制的他们需要管制的目标跟人 然后用AI去判定说 除了这个人脸辨识之外呢 甚至我刚刚提到的 就算你蒙着这个面罩 只露出一双眼睛 他整个做一个各式各样的这个避震 他的一个生物积震跟面貌的这个特征 甚至他整个拍这个人 他的系统进行整体的一个辨识啊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黑黄蜂 这么小的掌上型的无人机 他飞到了所有征搜的地方 你不要以为他乱枪打鸟 没有 他分分秒秒毫秒之间 你看这几个字他这么形容 90%的目标是透过及时产生 并且打击 狙杀 下达狙杀令 怎么比对 怎么下达狙杀令 全部是AI 讲到的AI斩首 这里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而且抓大咖的 而且保证 我要你的命 即便坐在你旁边不到半公尺 我都不会动到他一根寒毛 怎么这么准 这就是你刚刚在讲有没有潜力 当然有啊 你要不要忘记啦 2020年的时候 伊朗有一个著名的核武发展的科学家 法赫里扎德 法赫里扎德他当时被这个射杀 那很多人当时那时候都说 是不是以色列派的特工摩萨德还是谁 在那边爆发枪战 伊朗一开始对外的讯息说 对啊当时这个枪战伯火多激烈 结果到最后真相是什么 我跟大家讲 哪来的枪战哪来的伯火啊 他们就是根本在现场遭到了这个 高科技的AI狙杀 为什么 你要知道这个科学家法赫里扎德 他是伊朗非常重要的人 在他之前已经死掉了四个重要的 跟核武有关发展 因为伊朗一直想要积极发展核武 他的科学家都被以色列派出摩萨德 人员给干掉了 那所以后来这个伊朗怕这个 法赫里扎德啊又被杀 所以派了十几二十个这个随护啊 这个算是特勤人员去保护他的安危 当天他被杀的那一天啊 他是跟他太太坐着一辆车 是其中一辆 总共三部车 前后两部都是随护的车辆 他是在中间 那他们在出发到这个德黑兰的一个 近郊的这个路上的时候 突然第一辆车随护车啊 就被这个开枪 然后有人说甚至被撞还是怎么样 反正发生事故了 之后呢他们就停下来 然后呢 马赫里扎德跟他的太太也下车 他的随务也下车 现场根本没有像一开始伊朗官方宣称的 有什么部队在那边埋伏 或是没有 就是在150公尺外有一辆皮卡 皮卡上面架着一艇机枪 机枪是AI遥控的 而且是由卫星定位 卫星来控制的 那机枪里面射出了这个机枪弹啊 据说都打中了这个法赫里扎德 而且他身上中的138子弹 全部都是这个 透过那个AI机枪设定之后打中他了 他太太当时就在这个法赫里扎德的身边 离他只有25公分 他太太毫法未伤 没有伤到他 但是呢 法赫里扎德跟他保护他的这些水户啊 几乎都命上这个AI机枪底下 所以后来 大家才戳破了伊朗的谎言说 哇原来以色列可以透过这种高科技 用卫星定位他的这个位置之后 再用这个远距离的这个遥控 然后通过AI机枪 当时确定了法赫里扎德 因为他下车了 AI的这个机枪上面 他有脸部辨识系统 确定了他就是法赫里扎德 直接开枪把他干掉 这就是过去曾经发生过AI机器人 AI的这个机枪杀人的事件 成功的案例 大家要问美国贝多利芬他应付的来吗 您不信你看 这是中东 中东局势五角大厦证实 美军的B2隐形轰炸机 已经空袭了夜门 就锁定他的武装组织 青年运动组织的地下军火库 你躲得再深 在固若金汤 我B2凌空 躲都没地方躲 同一个时间 我们注意到了 以色列的斩首行动 已经来到了迅雷不及掩耳的程度 以色列证实 真主党快要灭党了 13名高层已经被斩首了11个 只剩两个活口 现在中东的危机 美国虽然一直不断地在遏制以色列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 美国其实还是站在以色列这边 会出手帮助以色列去教训 这些伊朗的盟友 比如说前天清晨就看到了 美国空军出动了B2轰炸机 这个是美国最先进的 幽灵轰炸机 逆中轰炸机之一 到了这个叶门之后 空袭用空对地的这个炸弹 攻击了叶门 至少五处地下的碉堡阵地 那据说美国相信 这些这个地堡都是 叶门它的胡塞 青年运动组织 它的地下 军火库 弹药库 所以不管有多坚固 美军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行动 美军就是炸给这个 真主党看 炸给伊朗看 你们这些伊朗以及伊朗的盟友 你们再怎么躲 美军还是找得到你们 那当然也会给这个以色列一并看 美军还是出手教训了他们 所以你现在看到 那以色列本身 他到底什么时候要报复这个伊朗 我们前天是不是提到说 伊朗是不是要跟以色列服软 讲好 你打一下就好 我们这一段就吵吵结束 报复下手轻一点 是 但以色列 他还一般预料 他不太会理会伊朗 他的这个报复的这个程度 下手轻或重 他到底时间点 什么时候都会大家关注 那有人就讲说 会不会到了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11月5号礼拜二 开票的结束之后 他才动手 不会 现在这个华府的媒体就有报道说 搞不好伊朗在10月下旬 11月初美国总统大选以前 他就动手了 美国也拦不住他 据说美国不信任的关于 就跟美国的媒体透露说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他非常了解美国的政治 而且在现在美国川普跟贺锦丽在大选 真的没有人有空去管这个以色列 到底他这样的状况怎么 而且以色列又不肯去分享 攻击伊朗的情资给美国 所以你要叫美国怎么去做呢 看起来以色列要攻打谁 谁也拦不住 否则你看到 他连中国都会动到他 为什么会讲他动中国吗 我告诉大家 中国他有一批跟之前爱尔兰军队一样 中国有解放军他们的工兵部队去参加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援助他们 在那边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边界 你看到的画面上是中国的媒体自己也报导说 他们的工兵部队参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在这个以色列九月下旬在攻击这个黎巴嫩在空袭它的时候空袭然后攻击那个真主党的时候就在那边发生这个爆炸的时候 幸好空袭警报响起来他们的工兵部队的这个指挥官赶快要求所属躲在地下的这个碉堡里面 所以没有人员受伤 否则后果不堪其想 所以我刚才说 这个时候就算是中国的维和部队在这边 以色列演察官你是哪一个国家 你挡了我主要的这个目标跟去路我一样教训你 那至于他们要真正攻击教训的真主党怎么办 真主党本来有13个领导人 现在只剩下两个 不管难怪他的这个真主党的副指挥官据说现在最高的副领导人 卡西姆就出来喊话说是不是以色列不要再空袭了 我们可以谈谈看 那这样的喊话有没有用很难讲 因为你都快被灭党了 以色列军方已经弥漫一股 我乘胜追击再说 所以你现在看到中东的这个情势 似乎已经杀不住脚 就表示说以色列他有自己的盘算 杀不住脚 失控的以色列拳脚绑不住的话 以色列跟伊朗是不是就在没选之前随时可能开打呢 你就看到美国昨天我们说的 他把萨德防空系统已经部件进去了 美国连人都进去了还没完 居然美国在中东帮以色列也帮自己买了一张保险 这张保险是谁 居然是沙奴地阿拉伯 中东不是只有以色列 因为中东如果你要讲到这个穆斯林的传统大国 就非沙奴地阿拉伯莫属 为了防范中东升温 其实阿拉伯国家最近就 传出来好洒718亿元台币 去买超过14400多枚的这个个型的空对空飞弹 空对地的这个飞弹 还有炸弹 炮弹 各式的战略 他们是不是怕以色列跟伊朗一开打 他们会不会波及到 我得先把自己武装壮大起来 所以当然也要自保 其中特别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刚刚讲的 沙奴地阿拉伯 沙奴地阿拉伯它采购了包括了220枚的 这个空对空响尾蛇 AIM-9X的这个飞弹 这其实我们空军的战斗机也有 总价值新台币80.5亿元 它的这个特点就在于它的射后不离 你要知道它可以提高战机的这个战场存活度 它发射了这个飞弹之后 它就可以赶快跑了 所以而且它这个飞弹 它就会自己去等待它的这个sensor 它前面的飞弹寻标器 它会去巡获它的这个目标 所以你看到不只是买这个 还有买包括这个地狱火AGM-114的这个飞弹 这都是这个沙奴地阿拉伯的大手笔 可是我问你沙奴地阿拉伯它有的是钱 它最想最想买的 不就是F-35引擎战机吗 给我啊 是2017年 沙奴地阿拉伯的确跟美国提出来 它要买F-35 可是美国当然会单一方面 它就用一个理由说 我要顾虑到这个以色列 维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区域的这个优势 现在只有它有F-35I 你不可以也有啊 怎么可以 其实那你可以卖性能比较差一级的嘛 但是美国都不放手 为什么 那就是忌惮沙奴地阿拉伯其实 不只是中东的影响力大国 它跟中国也关系交 这才是关键 万一你F-35卖给你 你会把一些东西相关的机密 让这个中国大陆知道的话 怎么办呢 美国当然会有顾忌嘛 不准 它又不是以色列 所以它不能百分之百去信任沙奴地阿拉伯 那我不给你F-35 那我转卖什么给你呢 开始呢 当沙奴地阿拉伯去考虑要跟土耳其 一百架的这个土耳其制造生产的 可汗战机之后呢 美国军火商当然也想做生意 那不能卖F-35给沙奴地阿拉伯 卖F-15EX总可以吧 为什么呢 因为沙奴地阿拉伯它一直是 这个中东地区啊 甚至全世界除了美国 日本之外 第三个国家就是沙奴地阿拉伯 是怎么样 拥有F-15战斗机联队机队最多的国家 这三个 那沙奴地阿拉伯你可以看到这个F-15EX战斗机 这是最先进的这个形态 飞弹卡车不是叫假的耶 没错 就是飞弹卡车 你看它的机翼跟机翼下班 满满的这个飞弹 这个是破音后来改良之后呢 它包括F-15EX 它可以使用AIM腰两洞的中程空队空飞 射程就是160公里 台湾也有 那一飞起来也是一样 社后不理 你就可以去瞄准这个 这个敌人的目标 那这么多的这个载弹量 还有13400公斤的载弹 都让这个沙奴地阿拉伯 拥有这样的一个优势跟石油优势 以至于美国当然要帮以色列买保险 稳住跟安抚沙奴地阿拉伯 刚看到的是金正恩的噩梦 一架3D恋鸣的无人机 就让他跟南韩简直要开打了 想都没有想到 同样的噩梦发生在以色列 为什么 我跟你讲 老美又做了一件事情 老美居然在今天宣布 他的萨德系统第一批人 前天第一批先前的抵得以色列了 已经到以色列了 萨德系统抵得以色列这个镜头 看到没有 所以 萨德进以色列是天大地大的事件 代表老美参战 为了装这个萨德系统 老美派了100个士兵到以色列去 然后等于老美部队进以色列 而且萨德系统 各位一定要知道 萨德系统是全世界最好的防御系统 伊朗上次来打 对 以色列说我把它都弄掉了 其实是没有的 是 有被击中 是 所以他杀了 我搞好你 为什么美国在今天突然把萨德系统运到以色列去 为什么呢 就是告诉以色列 我会提供武器给你 我会对你好 你给我打 不是 你打伊朗 手放软一点 核设施不要打 油钱不要打 然后我会帮助你 我把萨德给你之后 再加上你的铁球 没有人可以打你的 以色列是可以让你摸头的吗 对 好 以色列可不可以让你摸头 要看战况 各位要知道 居然 真阻挡的一架无人机 袭击了以色列最精锐的一个旅 造成了四个人死亡 六十人受伤 六十人受伤里面有八个垂围的 这在以色列是空前的大灾难 这个怎么可能 以色列不是他有最精锐的防空系统 有铁球 你根本南越雷迟一步 我告诉各位 这真是一个经典的战术 各位一定要看 这个曾组长先发了几十枚火箭 几十枚火箭一打出去之后 那铁球系统就忙着 升空拦截啦 不是 铁球系统就忙着对付他们的几十枚 结果跟着火箭后面 三架无人机悄悄地出发 那铁球系统要拦截火箭 就没法拦截三架无人机 被多利分了 结果铁球还是厉害 打下了一架 铁球打下一架 然后海军打下一架 那第三架怎么办呢 就交给空军了 空军就派了直升机跟战斗机 去追这个无人机 越文机很慢吧 结果追上了 砰砰 打两枚飞弹 没打到 不知道 因为太小也不知道打得到 太小了 啪一下 雷达上不见了 雷达上不见了 雷达上不见代表打中了 雷达上不见了 所以就返航了 对 返航之后 奇怪 雷达上啪 闪现了一分钟 当时雷达人员判断 这个不是那架无人机 这可能是个大鸟 因为无人机跟鸟 大鸟差不大 或者其他东西 那就洗洗睡吧 因为当他闪现一分钟之后 啪 又不见了 又不见之后 我告诉你 对 半个小时之后 他等于在那边低飞巡逻 对 半个小时之后 居然把以色列最精锐的女 那你知道为什么死汤这么惨重 为什么 他在打到这个女的餐厅 激励的餐厅 当时正是用餐时间 还有一个就这样 曾祖党凭什么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用餐 而且怎么知道 精准地打到餐厅 这都是谜 以色列真的叫 更可怕的是 各位观众 现在以色列人心惶惶 这架无人机 是怎么样漏网的 为什么还可以在雷达上啪不见了 它是隐身无人机吗 不是 那假如它可以这样啪不见了 以色列 全国都陷入一个危机之中了 所以战争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中东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到以色列 现在中东 以色列跟伊朗面临开打 是不是最后倒数呢 以色列展现他的铁筒防卫阵 残活者虽远必诛 果然今天传出了伊朗 传话给以色列似乎要讨饶 你要报复可以 不要打太凶 是真的吗 还是背后有诈呢 果然 伊朗一手讨饶 一手加速武装 夜门的胡赛组织 今天竞平进一步来告诉我们 红海危机 才是真正恶控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危机 是的 中东的以黎跟以伊 似乎也没有这个让紧张关系降温的趋势 尤其最近以色列的公共频道 他专访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驻以色列的这个代表 李亚平 那当然里面有提到说要聚焦这个中国解放军 这前两天对台湾的这个军演 然后施压以及对全球的这个影响啊 这个伊朗跟这个代理的组织 黎巴嫩真主党 是不是对以色列安全造成了这个严重的威胁 那为什么在这个敏感的节骨眼 以色列的公共频道突然要专访我们 中华民国驻以色列的代表呢 其实以色列一直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关系 扮演很重要的这个关键性的影响 但是他又不肯去台面化 这个节骨眼呢 是不是造成说台湾会期待说 跟以色列和其他自动到的国家 一起来嘉奖而作啦 其实以色列也在释出一个讯息 以色列这个时候聚焦台海 当然他们本身有碰到他们紧张的这个中东情势问题 他这个时候就是要告诉美国 我现在面临的这个尼巴嫩真主党 以及他的这个除了他的同盟之外 还有这个伊朗的这些真正的这个老大哥 伊朗还攻击报复了这个以色列 就是在给美国看的一刻 为什么呢 因为记不记得了4月份也好 还有今年10月1号 当伊朗出动了这个一大堆的这个飞弹 不管180枚200枚去攻击这个以色列 还有真主党也常常用火箭弹去攻击以色列 那当然以色列就会启动他的优异的防空系统 但这个时候呢饱和攻击 你是不是就让这个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看到说 以色列遭受这样的攻击 正如同中国在围台军演 甚至中国在威胁台湾的这个安全的时候呢 中国也会出动飞弹导弹的这个饱额攻击 当然我特别要讲 我们台湾面临台海和中国的这个整个环境形势 跟以色列和中东的东西不太能相比 而且老实说对啦 中国的飞弹也比较先进 但是呢 他就是让美国知道说如何对付中国 因为你这个飞弹在全部进行饱和攻击 在轰炸的时候 在攻击地对地的这样的一个产生 很大的军事攻击能量的时候 你的防空系统就要启动 你就知道大数据是怎么样去捞起来 然后你知道你的防空系统要有多少枚的这个防空飞弹 去拦它的这个系统 所以这一些攻击呢 等于是让这个美国 从以色列能够有一个借境 知道说未来如果台海也发生 类似这样的一个战事的时候呢 要怎么去对付老共 好 今天晚上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所谓的铁桶症 国家朋友如果耳朵拉得够长 哇 什么是铁桶症 以色列的防空很猛 它的拳头也很够力 铁桶症的防卫症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必须讲说 以色列就是把这个做成一个密不透风的 刚刚俊相所提到的铁桶症 其中呢 他打算对这个加萨走廊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加萨地区 这个红色的地带就是北加萨 把北加萨进行一个加萨的将军计划 什么是将军计划 那将军计划就是要把这个做成一个军事的禁区 那这个军事禁区大概在加萨整个地带 加萨走廊占它三分之一 那以色列会要求在加萨走廊的北端的 这三分之一的这个领土的这个地方 你加萨的这些老百姓赶快撤离 给你们一段时间撤离 撤离开之后 如果还不肯走 要留下来的这些人 就会被视为这个武装分子 以色列可以合法的对你这些武装分子开枪 或者是饿死你 或是把你包围起来 包围起来之后你就看到这个 里面是不是密不透风的 像一个大铁桶一样 这个门就是一个关卡 以色列的军队就驻扎在这里面 不让你进去有燃料 不让你有水 有食物 有救援的人道医药物质 所以你看到这边 美国或是联合国的东西 你根本就进不去 以色列国防军把守在这里 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饿死 你这个加萨走廊 这个北边三分之一的这个地方 的里面的哈马斯的这个人 如果你哈马斯人饿不死 我也让里面再完全断据 你的所有的这个外援 就可以把你包夹在里面 这个就是以色列他们 准备要启动的一个将军计划 这个时候一双眼神就极为关键 而且重要就是伊朗 伊朗怎么可能做事 你以色列对我的小老弟们 一个一个痛打 伊朗老大哥你要跳出来啊 是啊 这伊朗的盟军 那你要他们坐以待毙吗 伊朗老大哥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开始跳出来 报复以色列 对付以色列呢 可是却传出来 伊朗竟然透过管道 传话给以色列的政府高层说 你们适可而止一点 大概如果你们要报复的话 报复到这个程度就 一试一试一下就好了 如果你们一试一试一下呢 我们就会认为说 这一段的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 就算是结束了 那我后面也不会再有什么动作 那大家就这样子 就有点演一下就好了 他竟然 这是代表伊朗要服软的吗 怎么会传话给以色列 竟然这样 那可是你看看伊朗的盟友 除了哈马斯之外 那黎巴嫩身处党可不是这样 这两天他又继续轰炸 以色列的这个海拔的海军基地 造成以色列四名士兵死亡 他发射了这个火箭弹 所以有人在讲说 你伊朗老大哥 跟你伊朗这些小老弟盟军们 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也难怪以色列还是 他真想持援 恐怕也被多立分 为什么 话题当中你看到的 这个火药库开炸了 以色列基地遭到了 真主党无人机 展开攻击 四死六十伤 这是去年十月以来 以色列遭逢最大程度的伤亡 美国紧急快递萨德防空系统 是掌握到伊朗飞弹 这一次会准备猛攻以色列了吗 而现在更大的麻烦是 哈马斯已经搜集了 将近两万张的相片 锁定以色列的高楼层的建筑 准备复制911恐攻 恐攻的噩梦 甚至已经波及到了美国大选 这项事情真的大条了 13日晚上位在以色列境内的 一个军事基地居然遭到了两架 这个所谓的自杀无人机的攻击 你在这个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这个军事基地 距离黎巴嫩大概有64公里左右 但你现在看到那个画面上面 好多闪闪烁烁烁烁烁烁那个灯光 都是一整列的救务车 要往这个地方去 进行所谓的伤患的救治 那现在到目前为止 讯息大概有4名的士兵死亡 还有61个人受伤 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这一次是人家讲说谁攻击了 你马上出来承认 真主党立刻跳出来 他说对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干的 而且他说我这次是第一次 说我现在给你使用这个 所谓无人机攻击 去攻击你这个 我以后可能还会再继续 那你知道吗 事实上对这次真主党 所使用这个无人机来讲 他本身可以携带40公斤的炸鸭 最重要是他的攻击范围 可以120公里远 所以他在远处的地方 就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攻击 以色来讲 何止是以牙还牙 可能要加倍奉还 现在更可怕的一个发展是 他的发动地面攻击 冲进了黎巴嫩 锁定真主党 以色列会不会一点一滴 失去他反攻的正当性 相对的 你岂不让伊朗展开 攻击展开 报复为他的小老弟出一口气 就更具正当性了 所以现在伊朗传出来讲说 他也跟周边的国家就讲说 如果你们选择 跟以色列站在一起的话 你很有可能是 接下来被我攻击的对象 而且据说警告的方式 也提醒了美国 但问题是美国在这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他赶快把一些 所谓的武器 移交到所谓的以色列里面去 像他最近移送了一组 所谓的萨德反飞弹的系统 甚至在这之前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也移送了一些 所谓的火炮的部分 当然外界认为说 美国去协助所谓以色列 是为了因应 像之前我们看到说 伊朗的所谓弹道飞弹的 这样一个攻击 那我们现在以这个以色列来讲 以色列他现在获得的这些 包含到爱国者 反空飞弹这些 这个系统 他当然是能够有效的去进行 这个所谓的防御打击 这些东西 可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现在也有外媒的 这个报导传出来讲说 像周边的国家 也已经跟以色列讲说 我们不会让你使用 我们的领空去打击 所谓的伊朗 所以看起来伊朗的 这样一个恫吓的一个方式 感觉上也收到了效果 更麻烦的是什么呢 我们真希望接下来告诉你的 这一段预测永远不要发生 居然 郑主长搜集了将近 两万张的相片要做什么 正在密谋训练一堆 赶死队 准备对以色列发布恐攻 而恐攻的噩梦 甚至已经扩及到 美国本土了 对于以色列来讲 他想要报仇 或者他想要对 这个所谓的伊朗 这些进行打击的时候 他必须要更具有 这个所谓的国际的说服力 结果以色列的军队在最近 他们就讲说 我们在加萨走廊的地方 发现了一些文件 而且他说从文件里面的内容来看 他说哈马斯曾经策划 许多的攻击事件 甚至包含到当年美国911 这个恐怖攻击 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 双子星大楼被攻击的场景 他说我在这些资料里面 我也看到了哈马斯 曾经策划说要干嘛 去攻击所谓的以色列高塔 而且他说在文件里面找到了 大概一万七千张左右这样一个照片 这些照片有干嘛 你知道有卫星拍的照 然后有无人机收集的照片 还有一些是你在社群网站 或干嘛上面 你去把Google下来之后 一些所谓的观光风景照 所以你没事为什么锁定了 将近两万张 锁定这么高的一个楼层 你准备下一个要攻击他吗 所以对于以色列军队来讲 他现在就告诉国际社会讲说 他们现在收集这些照片 就是为了要攻打我们这个以色列的第二高楼 他说位在特拉维夫的这个七十层楼高的 这个叫做摩西阿维夫塔 基本上旁边都是所谓的商业中心 你知道那如果今天去攻击的时候 他就是文件上面有提到 如果他攻击了这个所谓的摩西阿维夫塔 那这个很有可能会造成当地民众的恐慌 而且他上面还写说 因为这个所谓哈马斯 他也没有乱写 他跟你讲说他们怀疑说 这个摩西阿维夫塔旁边 有以色列国防军的那个单位在那 所以我如果把这个塔给垮 那个机会之后 也会去伤到所谓的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军 所以你去想 这个七十层楼装了多少人 今天会打到这个地步 是因为去年十月屯肯区的那一场大屠杀 上百人就这么没命 如果真的去攻击这个塔 那还得了多少人要陪葬啊 当然以色列方面提出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 有人会质疑讲说 那你这样随便讲讲我也会啊 你有沒有更具体的这样一个证据 结果呢这个以色列方面他就讲说 有他们在文件里面有发现到说 他们其实在里面有所谓的作战计划 其中有说呢要用以色列的铁路系统啊 去运送所谓的炸弹 甚至还包含到什么你知道 他说呢就实质的务实的作战层面来讲 他说也有包含到改装车辆 然后让这个车辆啊 像我们一般轮值不是这个橡胶的轮胎吗 他说把它改装成什么你知道符合铁路宽度的 然后用铁路来运送因为这样比较快 没有什么塞车的这个问题你知道 甚至呢从海面攻击啊 也有说啊把这个渔船啊 变成所谓的高速攻击船 然后把这个士兵啊还有这个炸药 送到以色列的港口 当然还有还里面还有一些啊 比较大家觉得说不太切合实际 例如他说 我们如果这个所有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啊 通通都被这个阻止了玩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用嘛 用三人马车 用最传统的方式 一个人驾驶马车 然后两个人在旁边 还可以去进行攻击啊或这些 所以这些东西啊 以色列都试图在说服大家 讲说什么你知道 说呢 哈马斯他们是真的要攻击我啊 所以我现在所有的这个 所谓的初击啊 跟我的攻击 都是为了保卫我自己啊 全世界都在问 以色列要消灭 真主党的决心有多强大呢 以色列从他发动地面战 到今天 简直到了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的地步了 你看 最近的发展 连党在进攻路线上的联合国部队 他都敢轰炸 以色列防长已经延迟前往美国 拒绝被摸头 连以色列的作战计划 都不给美国看 因此我们都在问 到底是美国hold不住以色列 还是两个国家根本在唱双簧呢 郡相 以色列军队是不是真的杀后人 我们上礼拜其实就有提到说 以色列军队现在是 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联合国的部队在这边 他可能都会直接对他开爆 果不其然 这两天你看到艾尔兰两名军人 他在这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当中 他驻扎在以色列跟黎巴嫩 也就是离南的这个边境 大概有一个地方叫做纳鲁拉这个小镇 那以色列的这个陆军 已经开到了这个离南的这个边境 开进去之后呢 他的这个一辆梅卡瓦的这个坦克 直接对着我们照片 这个示意图上面的 UN联合国军队 联合国维和部队 他的一个廖望台直接炮击 所以造成里面有两名爱尔兰 也就是爱尔兰他们出的这个军队 他们也在里面 他两个军人啊 重伤啊 你去攻击维和部队的廖望台 这还有天理吗 而且那是他的军事据点 对啊 那也就表示 你有什么正当性啊 以色列的 站在以色列的立场 以色列就讲 我之前已经警告过你们 赶快撤离哦 不要待在那边哦 那我已经讲了 你不撤 那我打你 那不就是你活该吗 那你就不要怪我 所以碰到这个局面 你刚刚讲以色列 这不是太夸张 美国大家就很尴尬啊 美国这时候就赶快强推 这个联合国的1701号决议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1701号决议 是在告诉大家说 他联合国在以离边境 这边画了一条蓝线 对 也就是蓝线呢 就这个地方 对 这边是以色列 对 北方是黎巴嫩 珍珠党就在北方 对 是 也就是这条蓝线呢 以色列的军队 你不能跨过去 谁跨过去就违反了这个1701号决议 但同时呢 也对黎巴嫩里面的这个政府军 和他的真主党也有效果 也就是说 你这个蓝线以内呢 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他就可以协助黎巴嫩政府军 把这个真主党的势力 给驱逐出去 把他消灭 是这个时候美国 他看到这样子 以色列已经撒红了眼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伊朗 据说以色列已经拟定好 对伊朗的报复计划 因为他料到伊朗 一定会被绞进来 他就要把他绞进来就对了 伊朗上市的那个将近200枚 飞弹180枚 以色列还没有回击 大家都在看以色列什么 要出手教训 还是背部伊朗 他一定会报复 那他怎么打伊朗 全部的人都在等 美国你以为他不等吗 他当然也紧张啊 美国会讲最奇怪 以色列什么还没跟我回报 纳坦雅胡什么时候跟我讲呢 纳坦雅胡最近跟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终于通上电话 这是自从今年8月之后的以来 他首度又在通上电话 可是呢 美国官员 不具名的官员有讲到说 期待美国从白宫到五角大厦 都期待以色列可以告诉他们 要怎么去打伊朗 可是以色列好像拒绝去分享 他要怎么回击报复伊朗的计划 那我就问你 我就感到很挫折啊 你这种挫折 你这种被拒绝的感觉 被摸头 我也不给你摸头的感觉 美国好像拿以色列没辙 是 美国好像hold不住以色列 他是真hold不住吗 还是根本两个国家在唱双簧 有可能 因为美国在里面还藏了一招 就是留了一手 你要知道美国在这个以色列南部 有一个叫做内盖夫沙漠 内盖夫沙漠里面 有一个512站点 后来被踢爆说 这个里面竟然可以容纳美军 1000名士兵在里面 而且他里面耗资了将近3600万美金 他在里面建设了一个 类似一个 帮以色列一个天剑系统 不管是他的这个大卫投资所也好 或者是他的这个铁球 还有剑二剑三 这些他的这个防御系统弄了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雷达 以色列 早期预警雷达 他怎么会让他的境内存在一个极机密 过去极少被拿出来曝光讨论的美军基地在沙漠里 那当然很少人知道 而且这个地方距离这个加萨边境只有32公里 如果我说这样一个早期预警雷达的话 大家或许会很很很难有一些概念可以联想 但我跟大家讲 就是以色列版的新竹热山雷达 这样你听得懂了吧 可以看得很远看得极准 在小颗的被形容是 一颗乒乓球都看得到 是 当然你可以说以色列他面对到时候伊朗 他有一些这个如果要报复他的话 要丢飞弹的话 他这个射程还有这个他的预警的那个雷达 可以掌握到侦测距离是一两千公里以上 所以我们讲说伊朗离得再远上千公里 我都能掌握得到你 那当然他也可以侦测到那个飞弹 所以美国再怎么不爽以色列 可是最后你要在一个解放以色列的这个程度上面 你还是要必须做到说 你有这个保护以色列的一个地方 而且不止这样 美国不是一直在提供以色列很多的这个军事援助 还有包括高科技的武器 就拿F-35战斗机 我们上次有讲到 F-35真的是厉害 那现在以色列的这个第二支F-35i这个中队 即将又要开始成军 那这个中队呢 它是全中东唯一拥有这个F-35战斗机的这个国家 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当然他会全力协助他改装 加大我上次说的宝型的这个外装 让他可以维持逆中的这样一个设计 还有让以色列可以同时有这个任务的电脑 加大他的最在乎的航程 然后还有加挂他的飞弹跟武器 让他比如说可以飞到伊朗 炸完了再回来都绰绰有余 所以你现在看到以色列不断强化他的武装 你就知道说美国不满这个以色列归不满 但是在重要的关键时刻还有一些节点 这些东西他早就帮以色列传了好好试 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是 伊朗会不会被卷进来 而伊朗如果被卷进来的前提 是不是以色列不顾美国的所有劝阻 我就打你的核设施 我就打你的经济命脉 油田炼油厂呢 现在全世界主流媒体一致的点名这个国家 一旦伊朗被轰了 倒大煤倒霉鬼会是中国 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中国 大家会讲说伊朗远在中东 那中国远在亚洲 两边可以牵得起来 当然可以 伊朗是不是产油国 那当然是啊 可是如果现在以伊朗的这个石油设施 核武设施被以色列这个军事力量攻击的话 美国除了会紧张担心 引起整个这样的状况连锁反应 那中国当然首当其冲啊 因为中国跟他买了大量的这个石油 据估计啊 伊朗一年大概就出厂350万桶的石油 有一半以上是用来出口 那一半以上的出口 那又有一半以上是中国在跟他买的 那这些这个支出啊 包括他的这个光是这样的一个消费 350亿美元出口的这个伊朗收入 对他来说帮助很大 那中国就是最大的跟他买石油的一个国家 90%的石油出口到中国去 换句话说相互依存 伊朗被经济制裁 中国透过买油把钱源源不绝的送进去 让他可以有效的发展均武 两边是互蒙其力 那如果我斩断了 以色列去斩断了伊朗的经济命脉的话 中国没有油可以买了耶 是还有当然周遭的波斯湾地区国家也担心 因为以色列这个伊朗 以色列攻击伊朗之后 伊朗会不会也报复其他国家 像2019年他就去打沙兽地阿拉伯的石油设施 是 所以导致沙兽地阿拉伯 阿巴拉伯联合大公国 卡达周遭的产油国 大家也会紧张啊 所以他就说 如果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要去攻击伊朗的话 我们不会开放我们领空借到让他去 他要走就走伊拉克跟约旦那边 已经跟美国讲 也请美国劝一下这个以色列 那刚刚讲到说 中国除了跟这个伊朗的依存关系 非常的这个紧密之外 跟他买那么多石油 伊朗卖他那么多石油 还有一个就可以验证出来两国的关系 也就是说最近伊朗的这个总统 他在出席公开场合的时候 被眼尖的人发现到说 伊朗甚至已经部署到这个一款 他的一个无人机的雷射导引系统 意思就是说 今天伊朗最以为好的就是他的无人机系统 他可以放飞风群无人机 不管侦查或者是攻击 查打不管 他可以去打别人 但是他还要防止别人的无人机来打他 你得有盾啊 对就是反干扰 那个盾后来就被人家发现 怎么很像是中国的制造出来的一个神龙盾 神龙盾是中方的一个 这个反无人机的干扰系统 它是一个雷射引导的 是用发射雷射的这个方式 那神龙盾甚至吃到神龙盾500 神龙盾2000 神龙盾3000都有 都是中方的 而现在看到的画面 这个伊朗的这个东西 真的跟这个中国制的神龙盾很像 它是怎么样去用雷射的这个能力去反无人机 你现在看到的是可以穿透钢板 哇 它的能量这么强啊 它其实它的能量是10到20千瓦 那它的这个巴射的这个侦测距离 对 它的功率 增测距离是到5平方公里左右 但是它的射程可以到超过3000公里 我不是只有戳虾你让你掉下来 我直接空就就把你肢解了 对 把你肢解打虾 让你无人机没有办法运作 就算你是封群的 它那个无人机因为功率不高 但是它可以达到很大的这个成本跟效果 所以这套系统是老共把它做的 对 结果这一样的一个套系统 不只它每次可以运行长达200秒 它的这个节省的效能还蛮大的 而且充电的时候不用5分钟 这在打仗的时候很快耶 所以为什么第一次交战的时候 它就可以充电充足 那看到这个系统你就不难联想到 一个是卖它石油跟它买石油 那一个呢是又提供它的这样一个 反无人机的高科技的干扰 也难怪当这个如果伊朗被暴富的话 刹类蛋的当然是跟中国有关啊 另外一个更让人担心的一个层面是 如果中东的战况继续乱下去 继续打下去的话 多久已经消失在主流媒体篇幅的ISIS 恐怖组织会趁乱再起吗 以色列情报单位最近就宣布说 瓦解了ISIS在他们这个以色列境内 就是靠近这个越旦河还有这个沙萨地区 那一些的这个攻击恐怖的阴谋行动 把它给瓦解了 可是刚刚讲到ISIS会讲说 几年前那不是伊斯兰国全球 笼罩在这种恐怖攻击的阴影之下吗 有可能现在在欧美地区 尤其是欧洲啊 各国又要开始发生这样一个事 因为最近我们其实不常 很少人注意到外电 就是欧洲各国家最近开始有一些卖场啦 失火啦 仓库起火啦 爆炸 其实都被欧美的情报单位 还有包括以色列单位 认为这跟ISIS还有这个恐怖攻击 脱不了关系 而这些恐怖组织的活跃 也可能跟我们上次讲的 俄罗斯丹伊朗都有关 因为像以色列打伊朗啊 那你就是要跟伊斯兰世界为敌啦 那俄罗斯也希望说越乱越好 你不要只关注在俄乌战场 最好到处遍地风火 把这个焦点能够集中 移开一点 他可以好好的这个对付乌克兰 所以这些的情况加成作用之下 是不是ISIS将在起 他的恐怖攻击 阴影从以色列境内 最近开始发生一些零星的 这个恐攻事件冲突 然后蔓延到欧洲地区 都是值得大家关注啊 中东局势 我们再一次看到以色列真的好凶 你放眼全世界 大概只有他的斩首行动 是连环斩斩斩 现在我们看到首度曝光的 2000磅的钻地空袭的第一视角 这一次的行动斩杀了 珍珠党领袖纳斯拉勒本人 还有他的继任者 还有继任者通杀 更可能是地面战 以色列的地面部队 正在黎巴嫩境内倾角 针对珍珠党可能藏匿的地道 统统用水泥把它封死 要把地道变成万人肿吗 背后渗透的最大幕后的扮演的角色 居然是以色列18年磨一剑的 9900神秘部队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一群人啊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讲一句话 我们的世界怎么了 怎么了 四大爆点 中东越来越可怕 俄乌越来越可怕 南北韩 北韩在今天 北韩正式通知美国 是 他从来不通知美国的 他要干大事了吗 第一个 我跟南韩之间的铁公路 全部封锁中断 是 第二个 边境的要塞 我全部要强化加固 开战前的讯号吗 对 现在一个最新最重要的发展 是 曾祖党求和了 这不可思议的事情 曾祖党以前有一个说法 一年前就讲了 加萨不停火 我们不停火 结果现在曾祖党 讲了一个新的讲法 不用跟加萨停火 绑在一起 单独谈停火谈办 他被外界形容 是伊朗团伙当中 最硬的那个拳头 为什么转变了 好 为什么 第一个 他跟加萨绑在一起 现在他跟加萨脱钩了 第二个 以色列现在要打伊朗了 他跟伊朗的人也脱钩了 你打伊朗好了 我单独跟你求和 为什么要求和 因为以色列 太恐怖 太不可思议了 我告诉各位 这个 是曾祖党的首脑 长期的首脑 是 他担任曾祖党首脑 25年 对 曾祖党 你知道吗 他叫做 这个 纳斯拉勒 结果9月25号 被以色列炸死 是 以色列早了他25年 居然现在9月25号 把他炸死 对 好 他的接班人 叫雅丁 10月4号 以色列把他炸死 是 雅丁的接班人 新的领袖 叫做萨拉丁 是 是 纳斯拉勒的表弟 对 对不起 现在又被炸死 哪有这种斩首 就是我刚刚讲的 斩首的领袖本尊 他的继任者 继任者的继任者 通杀 告诉你 这绝对真的 为什么 那谈雅胡 出来开国际记者会 他说什么 说 杀 杀 杀 为了弥补 郑主党领袖的空缺 他们就开一个会议 对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了吗 没人愿意当 开了12个小时 选不出来 谁上去 谁就是下一个要被杀的 最重要这个人 这个人叫赛亦德 他本来机会是最高的 大家都推选他 对 你知道他说什么 No 我不当 为什么不当 担心妻子的安危 我告诉各位 赛亦德后来 开了10个小时 憋不住了 是 他有去上个厕所 他去上厕所 对 上完厕所一回来 一看 投票结束 他当选领导人 他被选出来了 他后回去上这个厕所 好可怕 他不要当 现在没有人要当了 好 为什么以色列县 攻得这么厉害 以色列县在 第一个 全面的空投 四个师 四面 七线作战 地面部队已经进去了 各位 他厉害就是因为 他现在的这个 GPS定位的碉堡 克星 导引大厉太厉害了 一打下去 你知道几公尺 几公尺 进行怎么样的战斗呢 以色列就是三个字 杀无射 我刚刚讲了 他空袭 用碉堡克星 你藏在地下 我全部把你炸掉 然后我地面部队进去 你藏在地道里面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用玉瓣水泥车来 我根本不去打你 你拿水泥车来干嘛呢 我就把你的入口 全部用玉瓣水泥车 封死 一个一个封死 我就再让你在地道里面 等死 就地阵亡 你把它变成万人肿了 对 所有地道 全部我不清理 不扫荡 不去打击 好狠 我就玉瓣水泥车 一辆一辆开进去 全部就把你封死 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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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在躲到地道里面 那我问你 地道是极其神秘 而且难以捉摸的 你现在怎么可以这么转 转到这边有地鼠 那里有地鼠呢 好 这就是我要告诉各位 以色列真的全世界 我认为最厉害的国家 情报最厉害 好 大家知道 纳斯纳斯您当了 珍珠导25年领袖 对 以色列多次要杀他 其中有三次 从2006年开始 杀三次 第一次 砰 炸下去 情报错误 对 他不在那地方 第二次 第三次 情报是正确的 是 他躲到20公尺 他很深啊 炸弹只炸了15公尺 对 没把他炸死 好 这一次 为什么把他炸死 我告诉各位 大家一定以为是摩萨德 对不对 错 摩萨德是做间谍活动的 现在 以色列有一个多厉害部队 它叫做 巴尔洞洞部队 巴尔洞洞部队是首于国防部情报局 下面有个更厉害小队 叫9900 叫9900 9900我跟大家 我认为全世界最厉害 他们做战场描绘 整个战场描绘 他怎么做呢 我跟你讲 几个 第一个 无人机卫星 长期在黎巴尔洞 郑主党上面 啪 一只欢迎 然后用AI大数据 去做统计 对 就把你的部署 人员多 人员少 什么地方有火箭 描绘得清清楚楚 这第一步 是 第二步 我告诉你 然后 他开始 渗透 渗透 听清楚 渗透进了 所有 好 你 徐俊相 我为了被窃听 我不用手机 是 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 你的朋友 手机 电脑 甚至电视遥控器 全部都被害进去 我本质上 我还是监控着你了 那你只要一联络 你通通知道 还有一个 连你家里面 电视遥控器 你都没想到 会被害进去 好可怕 为什么 电视遥控器一开 再看 东盛右右台 就知道是你 小孩在看 所以曾主党 自以为躲在地道 没事 你在摩萨德 在9100小队的眼皮子底下 根本是楚门的世界 当然 当你在看 这个五七报新闻 我就知道 是你本人在看 或者是 你家的谁在看 对 好 第二个 他用这两个 已经把你行踪到 还没完 第三个 他用18年的时间 开始把人 他的人 全部散透进去 因为人好散 好散 2012年 叙利亚爆发内战 对 曾主党 辞员他 大举招募新人 是 他新人里面 一堆 你说是 以色列人混进去 当他们的 这些人 全部混进去 当 曾主党的新兵 18年来 他把他部队 谁是领导人 谁是干什么 驻扎在哪里 整个战场地图 摸得清清楚楚 第四个 曾主党 真是想不到 曾主党 有一个就是 他的干部 或者领导人 走了时候 他们一定要有一个 盛大的庆祝 盛大军 一定有个烈士海豹 注意看 有烈士海豹 看到没有 棺木上 一定有个烈士海豹 好 烈士海豹会注明 这个人是在哪里 被炸死的 这个人是属于 什么部队的 但是什么职务的 彰显他的一个过往 以色列知道 这个人是什么部队的 什么旅的旅长 他在哪里被炸死 那个旅就在那个位置 旅布连就在那个位置 自曝你的基地位置 他根本不知道 他用了十八年时间 把这些 所有的烈士海豹 全部收集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这个部队 驻扎的地方 谁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你 早就摸得清清楚楚 所以这一次 他要去把他的领导人 为什么这么准 棒一个炸死 棒一个炸死 棒全世界没有这么厉害 我告诉你 他花了二十五年时间 努力地渗透 收集情报 全部收集得好好 用于一旦 所以你看 以色列多厉害 他用了多少精神 去做这些事情 老师你刚刚提到了 今天如果他给花十八年磨一剑 杀到真主党 现在投降了 一百八十度 我不占了 我们来和谈吧 可是你刚刚又埋了一个梗 你说更恐怖的是 伊朗跟以色列终须一战 以色列跟真主党 虽然杀得血光四射 但真正中东战争的关键 以一会不会终须一战 我认为终须一战 我跟大家讲个例子 现在这个时间 伊朗 以色列国防部长 应该在什么地方 在以色列 在华盛顿 约好了 他今天要跟美国国防部长 在华盛顿会谈 所以他现在在美国 对不起 不在 他出发前一个小时 一个电报打去华盛顿 不来了 延迟 我现在不来 我延迟来 什么理由留住他了呢 因为他知道美国要劝他 他不能给承诺 他不要去 那美国要给他取下什么承诺 华盛顿邮报说了 华盛顿邮报说 美方向以色列承诺 第一个 你不打特定目标 什么叫特定目标 核设施 油田 这两个你不要打 核设施 油田 你不打 我就给你补偿 什么补偿呢 全面的外交保护 武器援助 就是你只要不打他的核设施 以色列国防部长不敢去 去的话 你逼我签这个 我就不知道 所以各位 他居然 离此延迟去 非常非常可怕 现在传出来 以色列决定摧毁 伊朗十个城市 但是目前传着消息是 他不打核设施 他不打油田 他打两样东西 一个是跟太空有关的设施 太空基地 太空发射中心 太空发射台 第二个 飞弹基地 如果他只打这两个 这个中东战火 还不会一下爆发 你说的是如果 但接下来 马老师要带我们来看的是 非以所思 美国要拉住以色列的拳脚 不能打核设施 怪了 说不能打 为什么伊朗的核设施 周边发生了诡异的地震 而这个地震是自然形成的地震 还是地体核爆呢 各位观众 现在出现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变化 10月5号的晚上 居然在伊朗 萨姆南省 发生了一个4.6级的地震 马老师 地震有什么 伊朗本来就在断层区 发生6.7级 这个地震有三个不寻常 第一个 没有侦测到压缩波 地震一定要有压缩波的 为什么没有压缩波 第二个 它在伊朗最大的沙漠中心 为什么会在沙漠中心有地震 第三个 只有这一个主阵 没有余政 没有余政 你看这个波形 后面干干净净了 对 干干净净的 没有什么余政 好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怀疑 这是一次 在地底十公里的核弹事报 真的假的 那这核弹事报 为什么在这时候事报 就是让美国跟以色列知道 我伊朗已经做出核弹了 不要逼我 我已经有核弹了 我已经做成功核四报了 你逼我 打得我太凶 我告诉你 伊朗已经是核弹拥有国了 以色列有没有核弹 没有啊 以色列有啊 以色列有核弹 当然有核弹 而且世界估计 以色列有八十枚核弹 但是大家都不讲 你伊朗现在用核弹来威胁我 会不会我直接先下手为强呢 要看美国提供的保护到什么程度 过去大家讲说以色列最让人家觉得害怕 叫做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啊 但我觉得以色列现在做法叫做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部都要 你知道吗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空军啊 在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 去空袭这个所谓胡塞组织的这个地方 但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居然可以炸出这种漫天火光啊 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其实去打的是 位在夜门胡塞组织的所谓的能源基础设施 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把电力厂设为这个攻击的目标 就是我连你这个所谓的民生基础设施这些东西 我全部把你给毁掉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讯息传出来说 以色列当时空军出动了 跟他这个所谓的攻击的电力厂 距离相近有2000公里以上啊 你知道吗 以色列军方是怎么说 他说我告诉你啊 我们这个讯息掌握得非常非常清楚 2000公里是不是 他说对我们而言 没有所谓太远的地方 只要我想打 没有打不到的 所以没有选择 我通通都要打 一个北方的真主党 一个南方的夜门胡塞组织 现在通杀 这个是今天最新的攻击行动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以色列现在告诉你说 我有仇必报 而且状况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之前胡塞组 那个武装组织 他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才跟这个所谓的特拉维夫 还有美国军舰发射飞弹 那当时胡塞组织说 我告诉你啊 那个美国军舰有三艘 飞弹都给他打下去 而且直接击中啊 那虽然美方有说啊 说他们其实真的有拦截到 几枚的这个飞弹 而且说这个船舰没有问题 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以色列军队在发动 为什么要发动这个 是因为胡塞武装 当时在打的时候 是在纳坦雅胡离开以色列之后 他就进行攻击啊 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 你要给我难看是不是 所以在这一次的空袭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以色列现在已经宣布说 他们击毙了 曾祖党的这个领袖 但问题是呢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居然说什么你知道 他说我告诉你啊 你们这个什么曾祖党领袖 被杀死这件事情 还不足以结束 中东持续冲突的局面 甚至他又讲了一个啊 其实跟他这个 以色列空军说法是一样 他说不管你是在伊朗 还是在中东 都没有以色列的长臂 勾不到的地方 意思是说 我真的想打你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再远我都打得到啊 大家都在问 这一次的攻击行动 最重要的意义是 他精准斩首了 真主党的领袖 大家要问的是 他是怎么办到的乱炸吗 绝无可能 事实上你如果看以色列 这次的这个攻击行动来讲 第一个针对军事设施 第二个是你看他夜袭的时候 甚至去打到什么 你知道交通繁忙之处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他在27号的时候 去空袭黎巴嫩 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大本营 而且最特别是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一个 这个是地面下面 炸出了一个大洞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人在这边 做比利词的时候 你看这个洞有多大 这个简直是天坑 这什么样的炸弹炸出来的 事实上当时以色列就锁定说 在这个轰炸区域里面 有一个真主党的总部 但这真主党的总部 就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 那个总部设在哪里 据传是在地下 20公尺深的地下碉堡 固若金汤再安全不过的 居然被以色列端掉了 以色列当时说 我掌握的讯息是 你们这个真主党的领袖 事实上离开他的安全住所之后 就前往了这个所谓的 地下碉堡这个地方 那你知道吗 他们当时去轰炸的时候 据说你色列军队 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投下了超过80枚的炸弹 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天坑的这个深度 其实老实讲 它是人为座的这个天坑 据说它这个炸下去的大洞 有32公尺深左右 十层楼深的一个大洞 所以你想想看 我得到讯息说 你的地下碉堡 在20公尺处的这个地方 但是我今天给你炸到这么深里面 就代表什么 我没有打算 让你可以活着离开 那结果媒体也拍摄到说 当时以色列军队 有整排的这个F-15 他们当时要离开他们基地的时候 就像画面上面所看到 每一个这个驿展的这个机翼的下方 都带着所谓的6枚的BL1 腰洞9的这个所谓的专地炸弹 炸弹卡车 然后飞升空之后 执行任务短短几分钟之内 投下了80枚的专地弹 不只是这样 事实上他们的MK84的 这些系列的这个飞弹 全部都带上去 重点是什么 当他飞机飞出去的时候 他的机腹下方 还有他的机翼下方 挂载满的飞弹 但是问题是 媒体也拍到 是他飞机飞回来的时候 下面都空空的了 炸弹卡车满载起飞 回来空的 就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的F-15返回这个基地的时候 居然这个机上的 所谓原先的炸弹 飞弹 全部都丢光了你知道吗 而且在这一次的这个快速的 这个所谓的打击行动里面 你刚刚说在短短几分钟之内 投下了80枚的炸弹 而且你可以看他做到什么 你知道 他叫做精准打击 按照军事上面 他们有一个叫做 局炼式的攻击方式 这个是什么 你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这个真主党聚会的地点 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可是他距离53公尺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学校 这是他一个空袭点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另外还有什么你知道 学校这一侧里面 另外还有联合国的学校 它代表什么你知道 它代表是我其实精准锁定到 我这个炸弹丢下去 53公尺 你想想看 我用空头的方式 这样的丢下去的时候 我不能有任何的偏差 不然我就炸到学校 我就犯了人道危机了 我只要一稍微有偏差的时候 这个学校就没有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就发现到说 他们在闪手行动当中 他首先第一个用什么 用这个所谓的穿地炸弹 先炸毁这个所谓的建筑物 炸毁了建筑物之后 再用高爆照 第二次的这样子往下 往深的里面下去打 所以他其实有点像钉钉子 非常准 而且是不同的炸弹 连续一直往同一个地方 夯下去就对了 你只要光看 汤姆克鲁斯之前 不是那个 第二级对不对 你想想看 我第一架飞机 要先打穿那个门 第二架飞机要把飞弹 从你打穿的那个洞口 再把飞弹投进去 那要多准啊 那个准度有多难呢 所以其实以色列 在这一次里面 也把第一个 展现他这个所谓的 轻松的能力 第二个是什么 我的空军的轰炸能力 这才是让其他人感到害怕的 其实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局练式的攻击 很多观众朋友 我们第一次听到 其实就有一个关键字叫准 来自于目标明明在这里 53公尺外就有学校 你不确保不会炸到学校 你确保可以精准斩手 你要确保洞里面 这么深的洞里面 藏着一杆的 曾组长的领袖们 你一次要端走这么多颗巨头 你哪来的擎姿呢 所以现在大家就觉得说 你今天这个以色列的 这个所谓的情报部队 你真的掌握得非常强 而且你要按照 现在这个讯息上面来看 曾组党一些 这个所谓的领袖人物 在这一次的这个轰炸当中 基本上都难以幸免 就像你现在看到 这个所谓的 纳斯拉勒的 这个曾组党领袖 现在已经证实了 你看他这上面 已经被贴上红色的单子 为什么 他证实他已经死亡了 他之前还在讲说 那个什么呼叫器的这些事情 现在你再也看不到他的生意 而且包含到这上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 一个金字塔型的 全部都被贴上 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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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标签 这些都被斩首了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传出外讲说 这个所谓的 拉斯鲁拉 他本身的这个死亡的原因是 他并不是被炸弹轰击 那个直接杀到 因为他身上没有这个所谓的 明显伤势 现在怀疑说有可能是爆炸 产生的那个所谓的震波 把他给震死了 你知道吗 而且包含到刚刚提到说 金字塔型里面的这么多人 这个什么 现在是不是说连这个所谓 真主党的火箭部队的政府指挥官 还有其他的 在这一次的这个空袭行动当中 其实都已经被这个杀掉了 你知道吗 那我们就来看事实上 遭到以色列空袭前的 这个几个小时之前 这以色列的情报网 非常非常的绵密 那据说是有一个伊朗间谍 跟以色列通报 这个所谓纳斯拉勒 他现在的这个位置 你知道 而且你知道 我们现在提到说 这个以色列不是有个8200部队吗 他们其实训练非常多的精英 而且非常多的年轻 他们年轻的人 去掌握各种的这个情思 那据说呢 在当时 他们就已经 就掌握到了一个 是因为纳斯拉勒 他在2006年之后 他的行踪啊 就已经非常高度的保命 你不是亲信 根本不会知道他在哪里 结果没有想到呢 他在这一次的时候呢 居然说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伊朗间谍通报 那这个伊朗间谍 很有可能是 围绕在这个 所谓纳斯拉勒身边的亲信 那你的亲信 都已经被人家渗透 而且渗透了多少年 就为了等这一刻 以色列要对你开战 密到什么程度 两个星期前的BP Call 5000句 同时引爆 这么巨大的恐惧 你身为真主党的领袖 他尚且没有露面 所以你是看他 如何的神出鬼没 而且你说他没有露面 事实上应该是说 他没有出现在 公众场合上面 他只是透过 这个所谓的拍摄影片 所以大家就发现到说 这一次8200部队 他们把这个所谓的 情资收集完了之后 这是一个跨单位的 一个通力的合作 因为他把情资 交给空军完了之后呢 那这个空军就掌握了什么 掌握所谓的地下总部的深度 跟他确切的房间 因为他想想看 他那个进去地下20公尺 不会只有一个小洞洞吗 四通八达 那里面应该都是有 非常绵密的网络 那你怎么会知道 我这样打进去的时候 我们刚刚提到 说二三十几十公尺之外 53公尺之外 不是有一个学校吗 你怎么那学校地下 会不会也有他们 这个所谓的地下的 这个所谓的通道呢 不可能啊 可是没有哦 这些以色列的空军 居然拿到这些资料之后 就开始计算 你投蛋的这个角度 还有你投资的高度 因为你不能有丝毫的篇章 居然成功啊 举杀了这个 所谓的真主党的这个领袖啊 好 我就问 今天鸡蛋要分在不同的篮子里 怎么会有一个场合 聚集了所有真主党的领袖 连最高领袖 人都在那个地方 一次被以色列端了呢 所以现在看起来 真主党是不是也在筹划 就是说我现在以色列 对我的这个攻击啊 或者全世界对我的 这个所谓的批判的 这些状态上 我要如何去作为因应而 但是我们现在回来看 事实上呢 对于以色列来讲 美国当然是他背后的老大哥 但问题是美国在这一段时间 对于以色列的态度来讲 感觉上也是给了他 一些的这个限制 因为美国感觉上 没有想要全面开战 所以这次也传出来讲说 以色列很有可能 在发动攻击的这件事情上面 是连美国老大哥 都欺瞒到最后一刻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的总理 纳坦雅胡 他之前要去联合国 这个发表这个演说 下个星期嘛 是啊 结果你在这张照片里面 你就会发现到 他居然是在 要到联合国去演说 前的最后一刻 他才宣布 他才批准了这一次的 这个所谓的攻击行动 你知道 甚至我们就讲说 你今天以色列 你要做任何的动作 是不是要先告诉美国 让美国有所应益 你知道吗 现在传出来说 美国居然是在 以色列的空军战机 已经升空 升空之后就代表什么 你知道没有回头路的时候 以色列才跟美国讲说 美国光播 不好意思 我今天决定要去轰炸 这个所谓的 胡赛武装组织 据说当时 本来是讲说 以美国的态度 是希望说 以色列跟黎巴嫩这些 大家可以停火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不断地 轰炸下去 杀来杀去 很有可能 其实倒上会有 副作用的发生 所以 美国也被他的 小老弟以色列给卖了 当然如果就国际上面来讲 美国现在到底 是不是真的到最后一刻才知道 还是他也不想要真的 对大家在那边 那个老实讲 不得而知 但重点是什么 你知道 以色列很有可能 把整个的局势 弄得更为紧张的原因 是因为 他现在连他整体的空域的部分 他已经开始进行了管制 现在传出来说 以色列已经禁止 伊朗跟叙利亚的飞机 降落到以色列的 这个所谓机场里面去 那老实讲 降落到黎巴嫩的机场 对 不能够降落 你知道吗 因为老实讲 你说今天我这个所谓货机 或什么东西 有可能载的是 这个所谓民生物资 他要斩断对于真主党的军援 所以你现在看得到 是以色列现在把整个空域的部分 做了非常严密的部分 他是说 我是严禁你降落 那我如果飞机硬要闯的时候 会不会到最后反而上演 是以色列极弱这个所谓民用的祸机 那如果今天把这个局势 都搞成这个样的时候 可能整个的这个战争 就会变得更加更加的残酷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